公孙下班离开SCI之后 想了想 还是拦了辆低市 来到了国际大酒店 直上到顶楼的套房 拿出钥匙卡 打开了白锦堂经常住的套房大门 公孙进房间里找了一圈 发现没人 莫非白锦堂已经回去了 公孙皱皱鼻子 哼了一声 转身出了房间 走到电梯口 决定还是回家补眠 很快 电梯门缓缓打开 公孙抬起头 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个机器猫的面具 公孙愣住 就现电梯里站着一个身材不高 穿着黑色套头衫的人 戴着一个机器猫的面具 透过面具眼睛处挖出来的小孔 公孙看到一双冷森森的眼睛正盯着他 目光相对的瞬间 公孙竟然觉得那眼神是在笑着的 那人的手缓缓从身后拿出来 就像他手上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公孙就觉得脊背发寒 那人抽出刀后猛地就朝公孙扑了过来 公孙虽然有些受惊 但并不太慌乱 他本能地往旁边一闪避开了刀刃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那人又举着刀冲了过来 公孙集中生智 拿起身边的垃圾桶一挡 那人的刀一把砍在了垃圾桶上 动作一致 公孙趁机踹了他膝盖一脚 站起来想跑 但那人眼急手快 伸手一把抓住了公孙的胳膜 手上用力一甩 公孙就觉得他力气奇大 整个人都被甩飞了出去 一把撞在了电梯门上 公孙被强烈的撞击震得一阵头晕 眼看着那人举着刀又冲了过来 就觉得身后的电梯门突然缓缓打开 那人已经冲到了公孙眼前 但举起的刀还没落下 就像电梯里猛地伸出一只手 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 将人提了起来 反手一甩 哼一声传来 那人惨叫一声 重重摔在了地上 公孙已经倒进了电梯里 扬起脸 只见白锦棠脸色铁青地站在电梯里 整低头看着自己 双目相对 白锦棠脸色一寒 抬头快步走出了电梯 那个戴面具的人刚刚站起来 就见白锦棠走了过来 伸手一把掐住他脖子 将人提了起来按在墙上 一把接了面具 不以为已了 公孙死时也站了起来 就见面具下面是一张苍老的脸 旁极 你找死 白锦棠脸色难看 眼露寒意 公孙一看情况不妙 赶紧上前拉住他手 等一下 交给警察就好 太便宜的了 他不对劲 一个老头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 那天可他连站都站不完了 白锦棠手上的动作稍作停顿 他还是按着旁击不放 那老头眼看着脸都成酱紫色了 你先放他下来 我叫人 说完 公孙拿出手机 打电话回SCI 白锦棠将旁击往地上一扔 只见老头双眼蓄红 嘴角有血 却还是想站起来 而且他站起来并不是想逃跑 而是还想去攻击公孙 公孙摇摇头 也许是他昨晚熬了一个通宵验尸 刚才又狠狠撞了一下 一摇头就觉得头晕目眩 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 晕过去之前 就听楼梯间里脚步声响 一直负责公孙安全的几个保镖 都冲了上来 老大 我们见他上了顶楼 所以没敢跟 白锦棠只冷冷地一指旁击 盯着他 等警察来 愣着干嘛 叫医生 是 手下惊出一身冷汗 两个暗主旁击 两个跑下楼去找医生 很快医生和双胞胎都来了 SCI里因为白玉堂和展昭都出去了 所以是张龙和王朝跑来提人 医生放下听诊器说 没事 只是有些贫血 加上累过头了 休息一下就好 白锦棠点点头 医生离去后 双胞胎轻轻把房门关上 对靠上了旁极 向房间里张望的张龙和王朝摆摆手 千万别进去 会被宰的 公孙没事吧 有没有通知头 告诉他已经没事了 交给大哥就可以了 省得小白和小赵担心 王朝点头 拿手机 张龙一拽旁击 对双胞胎点点头 那我们先走了啊 有事就跟我们打变话 说完 两人压着还疯疯癫癫的旁击走了 双胞胎对视一眼 耸肩 看了看旁边低头搭了脑袋 无精打采 外加脸色苍白的 那几个公孙专用保镖 小丁逗他们 别耐心 来 笑一个 专门负责公孙安全的那个 是个L国人 叫凯文 跟了白锦棠多年了 现在一张脸一丝血色都没有 都是我不好 我跟公孙来抓老大 只跟到楼下 就在车里等了 我 我 别紧张 别紧张 没事就好了 双胞胎嘴上 放心 刚才张龙不是说了吗 公孙没事 大哥及时赶到了 不过 我在意的是 庞吉为什么要杀公孙 也可以理解啊 庞吉的女儿 之所以被赶出去 然后被害 怎么说 也和公孙脱不开关系 儿子又被刑拘 老头大概失心疯了吧 其实庞吉最恨的应该是大哥吧 要动大哥不容易 所以只能向公孙下手 只是 为什么他那么巧 那个时候出现在宾馆里 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等公孙醒了 我们去一趟宾馆吧 大哥现在的气压 大概低到房间里 连蚊子都不敢飞进去 真是险 真是巧啊 猫儿 看你一脸深意 想到什么了 有时候 越演示就越明显 越巧合 就越不是巧合 那看看这个 是不是巧合吧 说着 白玉堂直指山顶上 那里就是老人之家了 展昭探出车窗 往外看了看 前方是路障 路障后通向山顶的山路 蜿蜒向上 车开不进去吗 好远啊 那里是老人院嘛 老人自然行动不便 要是三不时 有车子出现 就危险了 白玉堂将车子 停到路边的停车处 开门下车 拉了一把 一脸不愿意走路的展招 走吧 你这猫整天吃了不动 小心长肚子 才不会 不过说来也奇怪 你光吃不运动 也不会胖 真是猫不成 你这白老鼠没见识了吧 脑力劳动就能消耗摄入总热量的四分之一 再加上我天生新陈代谢快 饮食结构又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警察生活还没有规律 是不可能胖起来的 白玉堂听得晕乎乎 伸手一掐展昭的胳膊 是啊 肉是没多少 但是都是肥的 看着软的 死老鼠 展昭伸手就是一拳 但是拳头砸到白玉堂胳膊上就后悔了 这老鼠 肉好硬 于是他又不甘心地去掐 两人边走边闹 刚到半山腰 就听远处砰的一声 白玉堂只听一阵子弹破空而来的声音 身体本能地做出反应 一把将身边的展昭扑倒 滚进旁边的草丛里 伸手拿出枪 白玉堂皱眉 枪下很远 位置 是在山脚下 话说完 没听到展昭回话 只觉他抓着自己胳膊的手 收得死紧 白玉堂心一惊 赶紧转脸 就见展昭脸色苍白 额头上全是汗 白玉堂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拉过展昭查看伤势 莫儿 你怎么了 展昭被白玉堂轻轻轻一拽就倒在了他怀里 低声道 脚 脚好疼 白玉堂低头一看 就见展昭的小腿上有一个血洞 正在往外冒血 一看见展昭腿上的血 白玉堂的眼珠子都红了 莫儿 没事 子弹穿过去 没伤到骨头 展昭边说 边指指旁边的一枚小弹头 白玉堂眼更红了 扯下自己上衣的袖子当止血带 将展昭伤口上方扎住 莫儿 坚持一下 说着 白玉堂掏出电话来 打回SCI 蒋平 莫儿中枪了 叫救火车来 再进老院 挂掉电话 白玉堂就见山下一辆原本停靠在路边的白色面包车 突然发动起来 冲破路障向上开来 迅速地看了一眼地形 白玉堂将展昭抱起来 放到山壁的拐角处 自己挡在他身前 就像那辆面包车的车窗突然摇下 有一管枪探了出来 白玉堂一眼就看出 那是一款狙击步枪 子弹就是刚才击中展昭的款式 皱眉 白玉堂脸色一寒 白手就是一枪 子弹不偏不倚 正好飞进了半开的玻璃窗 射中了那人 随后白玉堂走到路中间 对着迎面开来的面包车连开了三枪 打的都是车子的左前胎 就听一声爆胎声响 随后是剧烈的金属刮擦声 车子整个失去重心 向白玉堂抵直地冲了过来 白玉堂站在原地 一动都没有动 滑行了一段之后 车子猛地偏向了一旁 一头撞上了旁边的山壁 轰的一声 挡风玻璃震碎 白玉堂冷眼看着 终于停下来的车子 走过去 伸手想打开车门 但是剧烈的撞击 让车门卡住了 用枪笔猛地震碎玻璃 白玉堂伸手进去 一把揪过驾驶席上 伸受重伤的人 一看就是一愣 是你 白玉堂略意吃惊 狠狠将人推了回去 又看了眼后座上 那个已经被自己 击毙了的狙击手 这时 山下已经可以隐约 听到警笛和救护车的声音 真慢 走回山边的拐角 就见展昭靠在山石上 脸色苍白 莫儿 我背你下去 展昭点头 看见了不远处 几乎壮烂了的 白色面包车 谢谢 白玉堂低下身 让展昭趴在自己背上 将人背起来 快步往山下走 展昭把下巴 靠在白玉堂的肩头 小白 车子里的是谁啊 庞锦的那个儿子 前两天刚保释出去 叫什么忘了 怎么那么大火气啊 后爪都伤了还那么多话 你从来没挨过子弹吧 妈的 说脏话 白队长 你的精神洁癖呢 最好别六下巴 不然先跑那以后 我借一次走一次 你也有吧 一人一次 扯平了 展昭身手轻轻地触碰 白玉堂手臂上的 一大片烧伤 白玉堂不语 眼看已经走到了山下 救护车也停了下来 就听展昭对他说 似乎有人不让我们去静老院 你的意思呢 路上发生了强案 将静老院封锁起来 我在这里坐下处理 待会儿 你背我上去 我们先去静老院 白玉堂微微一笑 也不说话 静静地等在一边 让医生检查展昭的伤势 医务人员迅速地 给展昭做了包扎 鞋止住了 但进一步地检查 要去医院做 白玉堂点点头 对医生道 那边山上的白色面包车里 还有两个 一个已经死了 还有一个快死了 医生们面面相许 赶紧下车往山上赶 白玉堂嘱咐警员封锁现场 一个人也被放走 又让赶来的落天和白池 调查跟王立勇有关的老人 众人散许 展昭对白玉堂招招手 小白 我们上去吧 白玉堂转回头 看着展昭微微一笑 你是说 先去静老院查案子 再去医院 是不是 莫儿 是不是我平时太宠你了 展昭有些发乐 一时反应不过来 就听白玉堂不紧不慢 接着道 你看不出我现在有多生气 展昭有些紧张 这老鼠好久没这么生气了 那可能有线索 白玉堂退回身子 抬脚对着救护车 连接驾驶室的那面墙 狠狠踹了一脚 对着司机吼 还不开车 门 门关一下 白玉堂砰的一声关上门 坐到展昭身边 看了看床 瞪了展昭一眼 躺下 凶什么 你躺不躺 就不躺 白玉堂凑近 过了一会儿 展昭老老实实躺下 在医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医生告知 展昭这一枪既没伤到骨头 也没伤到经络 就是在小腿上穿了一个洞 等肉长好了 也就不要紧了 这段时间少走路 静养一下就好了 做些适当的物理治疗 静养 也就是吃了不运动 哦 是啊 猫儿 原来你的人生 一直都在静养啊 展昭拿起医用托盘 就朝白玉堂飞过去 白池和洛天领命 去调查静老院 两人问了经常在里面 帮忙的义工 是不是有一个 叫王力勇的小警察 经常来 义工们纷纷点头 说他经常来照顾一个 叫邹默的老人 邹默 我们想问他一些问题 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他 问他问题 不可能问出些什么的 怎么说 这老头又聋又哑又残 你们问什么 他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什么 怎么会 嗨 报应呗 年轻的时候 坏事做太多了 老了自安就又报应了 就算自己没报应 后世子孙也会被赔进去 他年轻的时候 干什么坏事了 杀人呗 听说是个 无恶不作的杀人犯 害死了不少人 后来被判无期 瘫痪了才被放出来 安置在这里等死的 除了那个小警察和他女朋友啊 谁都不愿意去多看他一眼 还有女朋友 他女朋友什么样子啊 你们还记不记得 几个义工面面相觑 点点头 记得呀 浓妆艳魔的 不过挺漂亮的 白驰立刻安排警员 带着他们回警局去做拼图 自喜自和洛天 一起去看了那个老头搜墨 搜墨真的是已经很老很老了 牙齿都落光了 睁着眼睛看着上方 眼神空洞洞的 白驰询问了那里的医生 确定老头真的是完全没有配合警方工作的能力 才无奈地离开了病房 两人往病房外走 白驰注意到洛天一脸的落寞 似乎情绪很不好 以为他在担心展招 放心吧 哥哥没事 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我知道 那你干嘛不高兴啊 刚才那个老头 写句真的不好 他自己的确是罪有应得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 真的报应到后世子孙身上 白驰终于明白了过来 原来洛天是在担心自己以前杀过人 小洋洋以后会有报应呢 无奈地摇摇头 大丁小丁说得真没错 洛天是新世纪超级好爸爸 抬手拍拍洛天的肩膀 白驰笑着说 那你说救人一命 能不能造福后世子孙呢 洛天微微一愣 茫然地点点头 应该会 你看你这短短几天都救了多少人了 你救的可不是一般人 还担心什么呀 你看小洋洋多争气 你说得对 好啦 不如我们在敬老院里四处逛逛吧 说不定会有些线索呢 洛天点头 两人分头行事 一个东一个西 开始逛进老院 白驰沿途遇到一些义工 问他们关于周末和王立勇 以及他女朋友的情况 得到的回应都差不多 一无所获 白驰有些扫兴地想往回走 经过一个拐角处 突然被人猛地往里一拽 白驰惊了一跳 转脸 就见一个久违的身影 出现在他眼前 伸手按着他的嘴 压低声音说 噓 别出声 赵 赵 赵 白驰惊讶地张大了嘴 看着眼前的人 头发又长了些 一直垂到胸前 脸色有些苍白 很瘦 看不出年龄的年轻俊美 正是赵诀 白驰渐渐安静了下来 注意到赵诀的打扮有些奇怪 他只穿了一身白衬衫 和一条白色的休闲裤 看起来像是家居服 下面光脚穿着一双拖鞋 捂着自己嘴的手腕子上 有一枚装修精巧的白金手镯 手镯上有一截长长的链子 像是已经断裂了 白驰吃惊地看着赵诀手腕上的镯子 或者叫戴链子的手铐 更确切些 赵诀见白驰终于安静下来 就松开了手 扑上去抱住白驰蹭了蹭 滴滴的声音很委屈地说 嗯 池池 我好饿呀 有没有吃的东西啊 白驰还沉浸在赵诀突然出现的震撼之中 呆呆地就去翻包 找出一包小熊饼干 递给了赵诀 赵诀拿到手上拆了两下 坐到墙边看白驰 白驰接过来 拆开了包装递给他 蹲下也坐到他身边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 我逃出来的呀 在这里等了一天了 你们怎么来得那么慢 再晚一天我就饿死了 不过我还以为是那只小猫咪来的 真是你来的 本来是的 白驰拿出已经喝了半瓶的可乐 打开瓶盖给赵诀 可不可 什么叫本来是 那猫咪呢 我很久没见他了 还有白驰那只小老虎 哥哥受伤了 在山下被人开枪打伤的 赵诀听了一愣 手上拿着可乐瓶看着白驰 梁九才问 哪个哥哥 伤哪里了 白驰一个盏子刚出口 赵学就把可乐瓶砸地上了 我就知道姓白的靠不住 伤得不重 袭击的人已经都被哥哥抓住了 白驰赶紧解释 心里嘀咕 我也姓白 赵诀愤愤地继续啃饼干 似乎是在想什么心事 你 为什么要逃啊 还有 为什么在这里等我们 我又不能去找你们 只能在这里等了 被抓回去就跑不了了 谁抓你啊 白驰注意到赵诀敞开的衣领子下面 白皙的皮肤上有淡粉色的痕迹 想了想 脸就红了 赵学看白驰脸上的变化 突然笑了起来 长大了 小家伙 你不要胡说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有些话 要你帮我传 什么话 帮我告诉赵真 变魔术时 注意安全 好了 我该走了 你 你就说这个 赵爵点点头 拍拍手准备离开 被白驰一把揪住 等一下 你为什么传这样的话 是不是赵真有危险 你那么紧张 就看好他吧 谢谢了 等等 我 我能不能告诉哥哥 我见过你啊 赵爵脚步略停了停 回头对白驰点点头 转身拐进了一幢楼后 白驰再追上去 已经不见人影了 白驰越想越不明白 摸摸头 伸手想把剩下的小熊饼干 放到包里 咦 拉链怎么开着 刚才记得拉上了呀 白驰打开包 原本放在家层里的钱包 不知什么时候 被拿出来了 白驰有不好的预感 拿出钱包一番 钱没了 将空空的钱包放回包里 白驰气得磨牙 回家叫赵真陪我 总共七百五十三块 掏出电话 白驰给展昭打电话 把见到赵爵的事 和赵爵让他传的话 通通都说了一遍 而电话这头的展昭 则是彻底傻了 芒儿 怎么了 赵爵那话说的 有人要害赵真似的 不止如此 如果是要提醒赵真 那直接跟赵真说就行了 为什么特地出现在那里等我们 他想告诉我们什么 他是想告诉我们 从严厉身上开始查 怎么说 他说的是 告诉赵真 变魔术时注意安全 是变魔术时 而不是单纯的注意安全 赵真最近一次魔术表演 就跟严厉有关系 话说回来 严厉无缘无故 举行这个什么魔术周 的确够可以的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事情都扑朔迷离 不过都和几个人脱不了关系 对了 那几张拼图都出来了没 都出来了 这三张分别是张严凯 送包过来的警员 还有刚刚传过来的养老院 一工做的拼图 蒋平说着 将三张拼图都打印出来 给白玉堂和展昭 两人凝湿了两酒 相视一笑 要不是赵爵提醒 还真是看不出来 像什么 这三张好像都不是同一个人 这三张的确不是一个人 不过 将这三张上面各取一个部位 就能拼成一个人了 蒋平吃惊 其他人也都凑过来看 展昭拿过剪刀 将那三张拼图剪开 取了第一张的眼 第二张的鼻 第三张的嘴 拼到了一起 问众人 眼熟吗 众人凑过去一看 大大的眼睛 小天使一样的长相 是严厉的女儿 严佳佳 其实女人的拼头很难做 一般如果化妆好一些的话 别人根本认不出来 可是她 她是有意识地保留着某一部分特征在那里 这样能确保我们认出她 但却没有证据指证她 这小姑娘 我想不出来她有什么动静 正说着话 卢方带着几个清洁工人进来 小白 你们先出来 我找人来收拾一下 重要资料都整理好了吧 白玉堂点头 SCI的其他人都将重要东西整理好 锁在了柜子里 接下去 要等清洁工人将碎玻璃扫除 装上新玻璃才能继续工作 清洁人员进来 白玉堂想走上去抱展昭出去 却见展昭微微一摇头 对其他人道 想知道理由吗 众人都有些震愣地看着展昭 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理由就在这里 展昭说着 突然伸手一把抓住 走到自己身边 打扫着一张桌子的一个清洁工 将她的手一扯 就有一枚黑色的塑料小方块 掉到了地上 白玉堂捡起来一看 是一枚窃听器 伸手抓过那人 摘下她的清洁帽和口罩 就听那人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声音清脆异常 也年轻异常 眼前假扮成清洁工的小姑娘 正是严家家 就见她一脸兴奋地看着展昭 天呐 你怎么会发现的 你果然是最棒的 做警察太可惜了 送炸弹来的是你 什么呀 什么炸弹 我根本不知道啊 我是听说SCI被炸了 因为担心偶像展博士 所以就假扮清洁工 进来看看呀 虽然顽皮了些 不过不犯法呀 那个清洁工 是我给他钱 跟他调班的 那这个呢 怎么解释 白玉堂将窃听器 拿到他眼前 啊 我刚才在桌子下面 发现的呀 又不是我带进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呀 我从来没见过 SCI的众人 被这个小丫头 一脸的天真笑容 弄得毛骨悚然 抢频道 我带张严凯他们来认人啊 没用的 他们认不出来的 你给他们下暗室了 是不是 严佳佳调皮的眨眨眼 笑而不语 只是一脸神网地 端详着展招 你近看更好看呢 真漂亮 你从哪儿学会这些的 不可能是从我的书上 反正我知道 你是最棒的 让他下去 通知他父母 严佳佳被带走前 还回头看展招 你来催眠我吧 说不定能问出什么来的 展招并不理会他 看着他被带走 讲评一脸的不快 干嘛的 被一个小丫头耍团团转 谢谢他才对 托他的福 有线索了 嗯 我知道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没有线索 用不应告诉小赵 和玉堂他们 展起天一手握着方向盘 一手接着电话 车子缓缓驶进停车场里 解开安全带 展起天听电话那头的人 说了几句 轻轻叹了口气 我怕孩子们不知内情 会遇到危险 好吧 我知道了 关上车门 展起天挂掉电话 伸手揉了揉眉心 向电梯走去 按下十一楼的按钮 伸手解开衬衫的领扣 放松领带 展起天脑子里都是刚才谈话的内容 莫名觉得有些烦躁 电梯门缓缓打开 刚踏出大门 他就被从旁边伸出来的一只手 狠狠地一转 拖进了楼梯间 灯光昏暗的楼梯间里 展起天睁大了眼睛 看着按着自己的人 那人也盯着他看了两久 才缓缓地放开了手 退后一步 好久不见了 展起天不语 转身欲走 被那人拦住 等等 赵爵有没有来找过你 展起天停下脚步 皱眉转脸看了他一眼 冷笑 赵爵是谁 没听说过 七天 现在这个时候 他到处乱跑 会很危险 趁云文还没回来 快走吧 说完 展起天 展起天推开他的手 往回走 那人有些无奈地 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要是看见他 叫他别乱跑 展起天走到自家门口 转脸看那人已经下楼 才松了口气 淡淡开口 出来吧 赵爵 又过了一会儿 从走廊另一边的通道里 赵爵探出头来 笑嘻嘻地看他 我就知道你不会说出我来 打开房门 展起天走进去 赵爵快步跟了上去 关上门 环顾四周 要不要换鞋 展起天有些无力地看了他一眼 走进客厅 坐到沙发上 干嘛要逃 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 夫人不在家 出远门了 你来干嘛 那 你收留我两天呢 两天我就走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躲吧 别的地方他都会找到的 只有你这里 就算他知道我在这儿 也不敢来要人 你的事我不想管 你走吧 赵爵在沙发上坐着 缓缓地说 小猫咪中枪了 你知不知道